初赛 王昌龄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 渡阴山 小朋友们 这是唐朝诗人 王昌龄写的又一首编赛诗 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学了三首编赛诗 王之焕的梁舟词 王汉的梁舟词 以及这一首王昌龄的初赛 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呢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依旧是秦时的明月 汉时的边观啊 可是万里长征的人 还未还 没有回来 但是 如果 只要 但是是只要的意思 只要什么呢 龙城飞降在 龙城 是一个地方 是匈奴的一个地方 如果飞降在 龙城飞降在 这个飞降 是汉朝的一个名将 李广 他被称为飞将军 是西汉时期非常著名的 一位将领 他善于射箭 在和匈奴的战争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立下了赫赫战功 使得匈奴啊 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非将军 而且很多年也不敢来侵犯西汉 卢伦曾经有一首诗叫 赛夏曲 那里面啊 有一句 叫将军夜隐功 那个夜隐功的将军啊 就是指非将军李广 说如果龙城飞降在 只要龙城飞降在 会怎么样呢 不叫胡马渡阴山 就不会叫 你们啊 骑着北方的马的这样的少数民族 来渡过阴山 侵犯我们 我们古代的时候呢 我们汉族 中原汉族 就称北方的少数民族叫胡人 他们骑的马 当然也就被称为胡马 这同样是一首边塞诗 我们能够感觉到 作者在诗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边塞的特点 还有呢 表达出来的一种愿望 说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胡马 渡阴山 意思就是 希望 呃 边疆是安定的 不要经常有战乱 让老百姓的生活 更安定一些 好 我们一起再来将这首诗 背诵一遍 初赛 王昌陵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胡马 渡阴山 不叫胡马 渡阴山 不叫胡马 渡阴山 不叫胡马